一个椅子后面都会有个非常卡通 非常好玩的一个图案 那首先我想来问一下坤 坤 这个游戏你玩了有多久 这个游戏刚刚上线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玩过 觉得很放松 能够缓解一些压力 负面的情绪 那里面有很多可爱的形象 包括你看我们两边都有 你有没有哪个是你最喜欢的 我就喜欢那个紫色的小猫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很可爱 很可爱 好那你们六个人在玩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位是非常特殊的 有什么特殊的表情或者奇怪的姿势 在玩这个游戏有没有 就玩得让你们印象很深刻 有没有 还是都躲起来悄悄玩的 我其实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会比较 慵懒一点 什么叫慵懒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所谓消压的一个游戏 对 所以你越玩你越放松 所以其实我是在沙发上面 是怎么样的 小心不要用力靠 这个你的背 不要用力靠 不能模仿这个会 对会倒下去 就是有点摊下来放松的玩的感觉 对 所以就是会非常的让你全身都放松下 对很开心 好那今天呢 大家都知道也是六一儿童节 对不对 我们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已经开始轰炸了 说能不能在节日的这一天送大家一份礼物 那我想我们要不给大家比个心好不好 没有问题 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对着镜头来比个心好不好 来三二一 比心送儿童节礼物啦 相信我们今天的粉丝现在会特别的开心 而且他们有些烦恼都会被你们这个比心礼物给消除掉 好不好 好那最近呢我知道你们也是行程都很满 那如果在赶通告或者坐飞机或者这样工作很忙的时候 还有没有时间去玩游戏 其实还是有时间 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最好的优点就是 它的游戏时间不会太长 所以你可以抓空难 碎片化 对 想玩就玩嘛 没错 想停下来就停下来 就停下想停下来就停下来 好 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设计 还不错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刚才彤彤说 随时可以玩 玩了就很开心 这个就是我们越消除越幸运的意思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第一个